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句话显示双方沟通可能没那么流畅 两人匕首画脚一番终于找到答案 俄国士兵检查了航海日志等文件之后放行 俄国士兵搭上直升机返航 帛琉货轮的船员则吓出一身冷汗 当时俄国军舰执行的是国际法上的军舰登林权 7月18号俄国正式退出黑海古物协定之后 20号进一步宣布所有经黑海前往乌克兰的船只 都被视为可能载运军用物资的船只 此举等于把古物武器化 把黑海战区化 乌克兰不甘示弱也做了相同的宣示 如今俄国军舰首度开火试镜 虽然做法并未违反国际法 但因为先开火再零件 手段过于触暴 升高冲突的可能性 因此遭到国际社会谴责 华视新闻张佩云 梁硕文报道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